明国大师的奇葩嗜好 很敬请,反而是这些嗜好,让他们备受尊敬的同时,多了一份可爱。 攀光旦,攀光旦,攀光旦,是民国著名社会学家,优生学家,民族学家,著有优生学,人文生物学论从,中国之家庭问题等作品,被誉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责任之一。 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说攀光旦最大的嗜好就是好奇,并讲述了一件事情,攀光旦从没吃过老鼠肉,某天突发奇想,令家人一起翻箱倒柜,绝地三尺,逮了几只老鼠,处食之,以满足好奇之心。 在重庆,攀光旦兄弟是个银行家,听说哥哥吃老鼠肉,心中十分难过,赶紧为了一点钱来,叫他买猪肉吃,并去信叮嘱,日后生活紧张,可来电,绝对不可再这样,搞。 得全中国都骂自己不照顾兄长。 张太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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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清末民书民主革命家,思想家,国学大师。 张太炎是吃臭东西,以臭为美味。 以此,画家钱画佛带来一包紫黑色臭咸袋,张大了,竟然开口说,你要写什么,只管讲。 隔两天,钱画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线菜梗,张更是乐不可知,说,有纸之管拿来写。 钱要他写五足共和四字,他竟一气写了四十多章,后钱又陆续带来臭花生,臭冬瓜等物。 让张又写了一百多章,不管什么内容,张居然无。